有乘客最近搭乘台铁在车厢内看到巨大塑胶箱放在车厢门口 从外观看来真的是很难猜透这里头到底装什么 他很好奇就把这张照片PO上网询问 那么很多人猜说这会不会是装火车的零件 也有人说这里头装的东西应该是蛮值钱的 所以这个灰色的塑胶箱里头到底装了什么呢 带您来看看 台铁车厢内出现一个巨大灰色方形物体 仔细看上面有纹路还有扣环跟提把 一名女网友好奇拍照表示 上周搭乘亥鲁格248列次 上来一群人讲英文 带了大概四到六个这个巨大物品 感觉可以装两个人 经过车长规劝后 他们改放在没人的座位上 但一个巨大物品就占了两个座位 好奇询问这里头到底装了什么 车子零件 轮胎 不是那种古代化油画的时候 手上会拿那种很大的调色盘之类的 蛮像那种东西 民众看了也不洒洒全猜错 答案揭晓 自行车运送的过程中 当然所谓的硬壳式的一个西车厢 保护我们车子的一个主体结构 零件结构 专家解释这其实是自行车西车厢 推测照片中的是国外特定版 价格约2.5万元 甚至可能超过5万元 通常用于自行车长途空运使用 前里头装的自行车 估每台车要价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 通常是赛事用车才有较高几率使用西车厢 只要做前后轮菜节 一般大部分的话都可以把它装到西车厢里去 车子的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六位数跑不掉是对的 对 差不多差不多 是以上啊 业者分析近期在花莲举办KOM赛事 也就是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是台湾主要自行车赛事之一 推测很可能是国外参赛者来参加国际赛事 台铁则回应旅客自行车放置于专用收纳箱 符合攜带规范可以带进车厢 只是这个庞然大物实在罕见 意外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就讲上于卢伯聪台北采访报道